他就没有依照正常的程序来请教 我们每一天都通知他必须要来上班 必须要来上班 连续三日他不顾矿子 按照我们公司的规定 所以予以解雇 华航还请出外籍维修主管 保证航机安全无余 台湾主管机关民航局也彻查了 这位机师检举的内容 确认并没有影响飞航安全 不过这一起罕见的劳资争议 不免让经常搭飞机的乘客捏了把冷汗 凤凰卫系蒋宗玉特别报道 在香港昂平360缆车是新推出的水晶缆车 在星期六正式投入服务 水晶缆车的底部透明 乘客可以全方位的欣赏沿途的风景 昂平360缆车公司就希望加入新的元素 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昂平水晶缆车星期六首天投入服务 缆车公司安排了一百多名香港市民免费试达 也有家长特别是带了子女搭乘新的缆车 昂平缆车目前共有12部水晶缆车 是全球首次有缆车系统 使用玻璃物料制造的整个车厢底部 方便乘客观赏风景 有乘客表示水晶缆车 为整个旅程式增添了刺激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以提倡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欧成建主题短片节 在法国的港口城市 勒阿福乐儿举行吸引了数十名中欧年轻导演参与竞主 由法国勒阿福尔城市发展局主办的首届中欧成建主题短片展 以倡导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坚固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共有二十多部中欧青年导演的短片 参加了影片节三个奖项的角逐 一部法国青年女导演的短片有机香港 用诙谐幽默的笔触 叙述了在香港这个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里 人与环境如何和谐相处 来自中国重庆的动画片导演王倩如 凭借首绘动画红精灵 得到了本次短片节的网友评选奖 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师安德鲁 担任了本次短片节的评委 他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的特殊情感 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青年 来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而以上是这节新闻线的收看 我们再会 他曾引领苏州缔造经济传奇 新加坡方面也做了很多笔学 我今天也可以